有时候食物中毒是防不胜防 要减少食物中毒 最好所有东西你都不要生死 煮熟后再吃 我们有个数字叫危险温度 就借7到60度 大部分病原菌都容易在7到60度之间滞涨 所以民众来说 买回来的东西要尽快把它吃完 中午如果买一个便当 一两个小时不吃话 就可能放个冰箱冷藏 吃的时候一定要彻底加热 超过70度 才能把维生物把它杀死掉 对于餐厅的业者也是要注意 也要维持一些厨房的干净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生食跟熟食要分开处理 不能切生的东西 又来切熟的东西 就容易造成交叉污染 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 其实你看食物中毒 不管大小餐厅 荤的树的都有可能 我想最有效就供钱力的介入 定期来稽查 好好把关的话 就可以把食物中毒的发生力 把它降到最低 其实我们在医学上 我们都认为说 有时候食物中毒 就是防不胜防 有时候来的就很快 就是说食物中毒 我想说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生食跟熟食 要分开处理 比如说你一个刀 一个砧板 不能切生的东西 又来切熟的东西 对 这样子会造成交叉污染 因为我们知道说 如果我们食物是生的 它可能上面会有一些病原菌 如果卫生条件没有做得好的话 生食 熟食 混用的话 就容易造成食物中毒 当然说你的生食 没有经过高温杀菌 就如果万一有一些病原菌的话 就可能会造成食物中毒 像熟食也是一样 熟食它理论上是没有微生物的 然后如果万一它被生食的病原菌污染到 那也可能上面就有一些病原菌 所以我说不管是生食 导致食物中毒 或熟食导致食物中毒 其实它共同的一个症状 就容易会引起急性肠胃炎 那急性肠胃炎症状 包括恶心 呕吐 肚子痛 腹泻 或者发高烧都有可能 应该说食物中毒所有人都会 可是食物中毒对一般民众 身体健康民众 大概顶多就是急性肠胃炎 可是对抵抗力不好的民众 就要注意 一些免疫功能比较不好的 比如说婴幼儿 老人家 怀孕的妇女 或者有重大疾病 正在接受治疗的 就抵抗力很不好 就担心说食物中毒 除了急性肠胃炎 有可能会引起一些 败血症 可能会有一些器官衰竭 包括休克 肾脏衰竭 这些症状也都会 所以食物中毒如果很严重的话 你可以看到说 有时候还要住院来接受抗生素的治疗 所以食物中毒可大可小 小的话也许说只是急性肠胃炎 那严重的话 甚至会有败血症的风险 我觉得民众还是要注意 就是说我们平常到外面餐厅用餐 注意一下我们餐厅的整洁状况 工作人员有没有戴手套 有没有戴口罩 有没有戴帽子 就是说如果餐厅看起来很干净很卫生 我们就消费 如果看起来卫生状况不好 那就不要消费 另外平常我们也是要注意 比如说中午有时候去外面买个便当 买个熟食 买回办公室或家里 最好在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内把它吃完 这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医学上 我们有个数字叫危险温度 就借7到60度 然后大部分病原菌都容易在7到60度之间滋长 所以中午如果买个便当的话 最好赶快把它吃完 那如果确定一两个小时不吃话 就可能放在冰箱冷藏 因为冷藏温度的适度吸杠 就避开危险温度 那要吃的时候一定要彻底加热 加热要超过70度 才能把维生物把它杀死掉 所以民众来说 就是说买回来的东西要尽快把它吃完 然后对餐厅的业者也是要注意 准备餐厅给大家的时候 也要维持一些厨房的干净 那或者说厨房工作人员如果生病 那就不能上班 因为担心你会污染到食物 然后在厨房工作人员也是一样 生死熟食要分开处理 你不能说一个刀一个砧板 切了生的肉又来切熟的 就容易造成交叉污染 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 其实你看食物中毒 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年来台湾的经验 其实它不一定在小的餐厅会 大的餐厅连锁餐厅也是会 代表说不管大小餐厅 不管是荤的素的都有可能 食品安全的话 我们说有个三角形的关系 一个是消费者 一个是业者 还有一个政府的稽查 我觉得消费者还是一样 你要回归到说我们要去消费 就是餐厅要干净 看起来环境要卫生 不然的话你从外观你会看不出来 也是要提醒自己 要减少食物中毒 最好所有东西你都不要生死 我们要把它煮熟后再吃 因为高温就可以杀菌 然后政府的话还是希望政府要加肠 鸡茶 有时候不管是大餐厅小餐都会发生 所以我想最有效就功全力的介入 来定期来鸡茶 然后餐厅的话也是一样 我的餐厅的厨房的卫生要好 如果厨房工作人员生病 那就不准上班 然后我餐厅的话也是要 要记得生死熟悉要分开处理 我想不管是消费者 不管是业者将政府好好把关的话 就可以把食物中毒的发生力 把它降到最低 我想消费也最重要了 我觉得要慎险餐厅 要找心意良好的餐厅 也要提醒说我这个东西都不要生 要煮熟再吃 也要看一下它的过去的一些食安的记录 如果这个餐厅过去的记录都很好的话 当然说就消费没问题 就是说我们要注意一下 政府它公告每次的食安的问题 然后也要自己现场观察一下 整个餐厅的整体的整洁卫生状况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剧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黑键码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